好 政治新聞焦點 來看這台中市長胡志強 新春第一炮 說今天要正式開記者會宣布 他要競選連任了 但是早上就是剛剛 在市府團拜的時候 還在那邊就是保持神秘啦 說不願意鬆口 要到下午三點鐘才要揭曉 而第二度挑戰胡志強的 民進黨的參選人林佳龍 這回似乎就變得更有信心了 我們先來聽聽看 胡志強今天早上怎麼說的 這次決定要選擇是不快樂還是不快樂 下午再說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不好 謝謝 好啊 謝謝 謝謝喔 謝謝就是不回答啦 還在搞神秘 說要到下午三點鐘的記者會 才要正式宣布 而另外一方面是 民進黨的參選人林佳龍 這回有信心啦 他說民心思辨做不好就要換人 難道是說胡志強做不好嗎 年底七合一選舉 決戰中台灣 現在藍綠雙方態勢大概是底定了 現在藍綠雙方態勢大概是底定了 現在藍綠雙方態勢大概是底定了